李宗盛 曾智豪 孟宏 各位教授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的贵宾曾志豪先生 今天我才发觉曾先生的魅力非常惊人 能不能再次用二烈的掌声来欢迎他 偷偷地都和曾先生说 其实我都是你的fans 所以我都很注意一下你的主持 当然你的魅力也是不凡的 我们会看到要成为一个全方位的传媒人 不是说好像曾先生那么英俊就OK的 你的功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新闻及传播学系的学生 你无论在写的功力上面 在表演的功力上面 在presentation的功力上面 其实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们非常之荣幸 也都很多谢我们苏命恒老师 在这里和大家做一个主持人的身份 和曾先生做一个chit chat的部分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希望各位同学可以透过曾先生的分享 更加了解怎样去做好一个全方位的传媒人 再一次我们都很多谢曾志豪先生 好不好都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 现在正式邀请他 院长多谢你 有一个乐线浩斯的心里去赞我英俊 没错 我识得分真解 不过我明白的 多谢你们 刚才院长他说 其实这个都是一个 一个自愿参加的活动 大家都非常之避免 你们全部都是非常之有为的学生 先给你们一些掌声 我都是比较喜欢 先拿着麦克服出来 你不介意我离开这个港台 比较自在一点 OK 我 现在呢 我看到那个介绍稿的时候 就说我有很多工作 写稿啊 开麦等等 那我介绍一下 其实我在做什么的工作 但是我以前在学校 做这些介绍的时候 我都会加上一句 你们诚实一点就可以了 我接受得到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我是做香港电台的 其实在座有多少人 有听香港电台的呢 可以拍... 这么多吗 你们的年纪保持得挺好的 没理由的 因为香港电台也比较... 偏向成熟一点的 那我再讲细一点 那我在做香港电台里面 有一个叫《风称快活人》的节目 那有听过的 不如拍拍手 我大概分到有一些 是礼节性的拍掌 真的 不 因为是这样的 我以前 就是跟一些学生 一说我做香港电台 啊 和做《风称快活人》的时候呢 他们最多反应就是 我妈妈有听你的 这样 那是... 都理解的 因为我们的电台 就比较... 大佬 正气一点点 可能年轻人就... 少听一些 但是你们非常有品味 你们都有听这个电台 那我星期日呢 也有做另一个电台节目的 这个节目就窄小一点了 如果你也有听的话 都说明了一些问题的了 那我星期日的节目呢 就叫做 《钟女宅男杀狠大》 有没有人有听过啊 不 其实这样听过 也不代表是什么的 对不对 《钟女宅男》其实也是好东西来的 这两个节目呢 其实都是一些... 娱乐性重一点的 特别是星期日 讲《钟女宅男》 就跟在座都没关系啦 我们这里也不会有宅男 对不对 阿sir多英俊瀟灑的 他旗下的学生 应该都是英明神武的了 认了他何况呢 都OK的 那我电台正在做这两个节目 那我电视呢 刚才才跟老师又讲开 他问我 《头条新闻》 是不是在休息中了 我说是休了很久 休了有七个月了 你也知道 其实可以生孩子了 十月怀胎 七星仔都能生孩子了 但是这次真的休了很久 那没什么的 纯粹是我们老子 都要休息一休 要休息一休息的 不过如果我们的节目 摆扬牙士 就大件事 因为我们已经试过很多次 在做的了 那边哪有人问你 你那个头条停了 我说不是 我在做的 那样 为了牙士 没办法啦 这些我们都习惯的 那这个就是我在香港电台的 叫做三大舊的工作内容 那我在外面又会做些什么呢 外面 例如报纸 那又要问了 请问在座有多少位 有看报纸的习惯呢 前提是 实物一张张 那些 OK 因为如果我说 有没有人看报纸 那你就个个都说 有 我都不知道有多喜欢 对吧 但如果一张张的报纸 是不是很少 有的都不妨 鼓起勇气拍一拍手 真的要鼓起勇气 其实真的很惨 因为为什么呢 后面有人 给这5个 耶 我们没有拍到 我们是最年轻 对的 因为现在你拿着那份报纸 我其实也研究过那份报纸 你怎样接呢 怎样拿呢 你都很难摆脱 好像把牛肉刀在腹袋 那样尴尬的状况 报纸是有少少 令人觉得好像老化了传媒 这个媒体是有少少难度的 大部分人变了用手机来看新闻 但是不要紧 你用手机 一样看到小弟在报刊上面的文章 除了个别一两份 不过那几份都没了 那我在报纸 如果今天这个活动 早多三个月了 邀请我的话 哇 我说是风光的 很风光的 为什么呢 那时候可以跟你说 哇 我写了 让我数一下 一个星期我写了15篇稿 那时候 是不是很厉害 但是你有没有什么表情 15篇而已 我一天都update15个status 不是 我的稿是500字一篇 起码 那时候 三个月之前 小弟仍然在很多份报刊上面有专栏 那时候有多少份呢 有苹果 有爽报 有明报 有AM730 有Metro Daily 有这个 啊 忘记了还有什么 阿信报 那时候有这么多份 现在有些就被我做到不见了 比如爽报 是的 他那天通知我的时候 我的突然的情况 就和他找我一样的突然 蛤 没有了吗 下个星期就没有了 OK 爽报没有了 早前就信报没有了 那Metro也停了 那现在呢 如果你想欣赏小弟的文章 你可以在苹果 明报 和AM730 你还可以看到的 写作 是这个 那现在其实是舒服点的 因为之前呢 真的很恐怖 一个星期 写15篇稿 每篇大概500字 你自己有数得计 哇 那时候 就是很有诚意的 我每一个字都是写出来 有血有肉的 好了 那这个就是文字那部分的工作 那另外电视会做些什么呢 那最近呢 也都在两个 将会有免费电视台的牌照的机构 就是在做东西的 但是我们依然都是很支持黄围基的 这方面我们是公司分得很开的 有线 还有这个Now 有些是在拍的 那做什么呢 有一个就是做一些 时事讨论的节目 在有线 有文匯有看过的呢 应该 都很难啊 因为为什么 如果我不做的 我也不会看的 那个时间 是礼拜日的 早上早上 11点半 有多少人睡醒了 现在 以为你们的功课压力很大 有 院长这些也有品味 是不是 这些节目他应该有支持 是的 然后另一个就是Now的一个健康节目 是 不过我是以病怀而建称的 他帮我做这个也有一些警势的作用 我大概工作就是这么多 有一些就比较 闲散一点 不是说真的很常规会有的 譬如出去做一些MC 有一个呢 就是一连一度的活动来的 那个是 冬督笑 我不知道在在有没有人 曾经都知道 原来站在这一位男子 曾经有做过冬督笑的呢 就是 其实有是好的显示 是不是 因为你支持本地的弱势社群都不为余力 是不是 其实我在去年 真的有跟我另一个电台partner 他的名字叫陈嘉明 那我们合作做了一个冬督笑的 那个名字叫做国民善低教育 那时候就是 就是吃正的国民教育的风潮 那样 其实成绩是挺好的 就是我用10秒来买个广告 有多好呢 就是以我们这样的宣传手法 就是场地有限 只演三场 入座率有八成 哇 他们又觉得八成都值得炫耀 搞错了 八成都知道很难的 其实 那次的经验都是 挺开心的 因为其实你知道搞个动督笑 就是花尽你的脑汁 种种的搏斗都在里面 那这个就是我 现在的工作的范围 那怎么发生的呢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事情做的呢 很简单的 没钱 没钱 没钱是一个最大的原因来的 那你们真的不要笑 就是我最喜欢去到 跟传媒的学院讲话的时候呢 第一件事就是跟大家讲 你不要以为做传媒会赚到很多钱 就先有没有人会这样想过的呢 有想过做传媒这一行 是会赚到很多钱的拍拍手 但是我这样问 怎样会有人中个头出来呢 对不对 那为了 就是你为了什么原因而做这一行呢 譬如会不会有些人想做一个女主播 可以嫁个有钱人呢 那些男同学怎样投 我明白的 你到时就觉得 哎呀 今天这个同学真的错失了 他一毕业就被人拿走了 当初我做这个传媒的时候呢 非常之禁机缘巧合到 目的比较不顺的 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很喜欢写东西 我很喜欢写东西 有一年呢 就参加了明报有一个活动 那个活动呢 是96年的事来的 你们都出世了 96年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有一个香港的运动员 叫李丽珊 有印象 拿奥运的金牌 滑浪风帆 当时他回到香港 掀起了一股热潮 因为他说了一个金句 他就说 运动员 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 你上违基找到了 这句 你现在就不记得了 那时候呢 那些传媒就很兴奋 我对着他这句 那明报那时候呢 就搞了一个精文比赛 就叫做 我不是垃圾的精文比赛 欢迎各界呢 就写一些 你自认是 我不是垃圾的经历寫上去 那我当仁不让呢 就投了稿了 没错 我第一次投稿 就现身了 在我不是垃圾上面 那就顾名思义 那时候我用什么经历 去说服他们 你们相信我不是一个垃圾呢 就是我本身呢 是一个很严重的 烤喘病患者来的 看不出来是不是 现在说话多么中气十足 但是那时候呢 就是中学那个年代呢 就是烤喘很严重 那我怎么克服这个困难呢 那时候看得日本的漫画多呢 就是他们经常都是 有什么不对劳呢 就是地狱式训练啊 就是总之要搏斗 那时候自己下去地狱式跑步 暂时还有困住两个沙袋 哎 你别笑 那样搞定了 就是我就是真的克服了 这个烤喘的困难 那我把这个经历 就投稿 就放上去 我不是垃圾这个地方 那他收到OK 然后呢 他就找人来采访 那时候 觉得很厉害 那时候是中学生而已 Nobody 他说找个记者来采访 我想和大家 可能加入这个行业之前 都有一个 很多的幻想就是 给记者采访一定是大人物 很紧要 那个经历很厉害 那时候真的 他派了记者来到我家里 我为了应付这一件 这么大的事 特意将家里 唯一可以拿出来的 那些运动器材 全部搬出来 我希望可以符合到我 这个身份 哇 我还记得有个雅灵 推出来 他来了一个女记者 重点就是一个女记者 我看到 那个女记者 真是非常温柔 大方 来跟我这个小市民 在那儿聊天 那样 聊了一轮之后 当然啦 意犹未尽 但他已经走了 那我就想 原来记者这个行业里面 都有多少 温柔的人 那时候 已经是这样想的 那我就立志要做传媒 就想加油 你不要笑 其实很多 你见那些什么参选港者 那些 整天都是这样的 我陪朋友进来 他陪朋友进来 但最后的后观 是他拿的 你这样不打不撞 入浸会 读传媒 读传媒 这个系 都很厉害的 就是你跟很多人说的时候 他们真的会以为 你是做传教的 那时候 传媒 现在可能你觉得 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你那时候跟一般的人说 他真的还以为 你为什么要读传教呢 这样 进去之后 那就先读中文新闻 开始的 一直在那儿写 报纸啊 写稿那些 如果跟着一条正常的道路呢 就应该入报馆做记者 那可能就慢慢捱啊 可能做高级记者啊 做彩珠啊 那些 但是呢 由于小弟的性格就不太好 就是我写故事呢 就是本来行家那些 俗称呢 写故事的意思 其实是写一篇新闻报导 是要真的嘛 但是我有时候写一篇 就是当自己写故事 那样 就是这样是不好的 于是我就发觉 其实做报纸 可能对我的 就是那个 那个适合程度 好像不是那么对 那样 就是譬如呢 可能你会去到 很多采访的场合 你都很想 就是 有些意见想加下去啊 譬如你见到 那个议员都真的很面目可憎 譬如现在 你见到那些 就是 想叫他辞职的那些议员呢 那你有时候你见到 就心里面就有 有股老气 那样 但是如果你做记者 你只能够很 客观平实地去写出来 除非你做什么报纸的记者 你做大公报的记者 就没问题了 大公报的记者 你有没有人看过大公报 还是文汇报的呢 都有的 对不对 老师也要逼你们看的 对不对 很少人的兴趣就是 阅读大公报的 又合理的 如果你看大公报 他有一些 很有特色的行文方法 就是 譬如他要介绍何俊仁 又出席一个城市论坛的话 他不会写何俊仁 他前面会加 所谓的民主派 在前面 所谓的 然后当何俊仁发言的时候 他不会写何俊仁表示 他会写什么 何俊仁大方缺词 通常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我发觉 除非你入大公报做的 要不然很难有这么多 精彩的感情的容语 可以给你加在里面 所以没办法 我在几个地方实习完之后 譬如《经济日报》 《明报》实习过之后 我发觉应该都不是很符合自己的愿望 那时候看到港台有招聘 我就申请了 但是港台的招聘 其实是很神奇的 我就算读多一次招聘给你听 你应该都不知道 那个姿势是做什么的 他是请三个身份的人 分别是producer presenter 和researcher 即是没有人知道 这三样东西是做什么的 presenter一定知道 是做什么的 presenter presenter 还要没得弹 pres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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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producer是做什么的 我承认我问错了这个问题 那research是做什么的 那producer是做什么的 producer是做什么呢 producer是做什么 我当时真的跟你们没有什么分别 我说 做什么呢 其实我只是presenter 但我不知道那两个是做什么的 不要紧了 都考了 那时候我的身份 我是一个大学里面 是读印刷新闻出身的 那时候我们就叫做 Chinese journalism 中文新闻 那我现在考过香港电台 broadcast 讲话的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 俗称的狗 是不答八的 但我也是没有理过他的 他狗不答八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申请了 那经过一轮的voice test 和考你 有没有听过电台节目 而我只是背了个节目表 就应付过关的情况下 都要有些急财的 你知道吗 一会有机会再跟你分享一下 那我进去之后 你就开始面对你的工作环境 那你就终于知道 什么叫做producer的工作了 producer的工作是包括 你不要以为我想喝水 我想示范给你看 浸水 浸水 浸水真的是producer的工作 因为那时候 我以为这三个职业 是在我一个人身上出现 我现在才知道不是 presenter是别人 我是未来有机会做presenter 我一日进去 是要先做produce 一个节目 给presenter做的 一个researcher先的 是不是很理解 找资料 我做封烟节目 找资料 篇一些报纸 找一些社论 然后就约嘉宾 约访问 帮嘉宾来的时候 由拉椅准备file 斟水 出去设停车位 一脚踢 基本上你不会做到 港鞋的了 如果你进来港台的话 因为什么都是你做完的 那时候最经典的一些例子 就是可能你印了这么大的file 放在那个嘉宾面前 那个嘉宾很有型的 把他放在一边 然后就自己讲话 你那一刻觉得自己的价值是存在的 没错 但是这个经历呢 就看你能不能捱到 如果你觉得今时今日 你有一些工作崗位是属于你的话 那你就要看你之前 你有多少付出 那时候我熬了三年 在那个针水和找资料的过程 那时候还要跟一些同班的同学 他们在传媒机构做 可能在报纸 交流过程都经常被他们笑的 曾志佑其实你现在做什么的 哦 我就在自由峰做封演节目 我在自由峰里面做producer 那要做什么的 嗯 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就是你大部分时间 是坐在直播室里听节目的 我说 是啊 我说都学到多少东西 哦 那为什么你不回家听呢 他说 那我还是回答不了他 后来我懂得怎么回答他了 我家厅没钱收的 我在那里有 但是你要熬 但是熬的过程呢 你不要问你要熬多久 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 你可以熬多久 那时候 你是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你要不断告诉自己 我是学到东西的 其实事实是真的学到东西的 因为你在那个所谓 搜集资料 和约嘉宾的过程里面 你存到很多那些所谓的contact 那些contact的叫做 吊命程度去到什么地步呢 就算我已经脱离了 那个封烟的圈子 都有一段日子的了 偶然都还会收到那些PR 打来说 曾志华说 是呀 我们局长都想上来你的节目 是吗 你现在做风俗快活人吗 没有做那个了 不好意思 那是有用的 你平时冤魂地打去和这些人聊天 其实是有用的 去到现在 譬如说 你要做不同的节目 譬如我 刚才介绍我的工作范围的时候 我有一些是做娱乐性的节目 但譬如我刚才说我在友善 我会做一些政治的节目 那为什么人家会觉得 我这位姓曾的朋友 是可以做到那些政治节目呢 就是那几年 我在那个produce的过程里面 你存了很多这些所谓的contact 你做很多事情 你要研究 找很多资料 令人家觉得 你和这个政治是有关系的 所以 不会有任何浪费的 如果你问我 很简单回顾我自己 过去十几年的工作 你发觉其实没有浪费到的 就是你所有东西都有用 不过 你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用 但又不要紧要 你没浪费的 是不是 那你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就捱 等 捱到什么时候呢 捱到可能 有一天 老闆他突然发觉 都OK 任劳任务 没有出过声 是不是 我有写过跳槽信 他不知道 是不是 我真的有的 那时候我有写信 去TVB认证做編剧的 不要笑 我还进了围 他已经请了我 但是那时候 我作为一个 不思常进的年轻 听到一些残言话 里面很难捱 那我就放弃了 还以为明天上班 那天我放弃了 所以都是很大件事的 这个已经是一个污点了 那时候你是要捱的 你要经历这些东西 你要捱过的 那捱完之后 就有早一天 老闆他就会给你一个机会 他说 现在我们有一个访问的环节 有个封烟 大家一起聊天 你进来 聊五分钟 你现在觉得这五分钟 是不是好像没什么 五分钟而已 你去厕所 多久一点都没有了 大气电波那五分钟 就非同小可 那时候我听到 他说让我进去 在大气电波那里 是什么节目呢 还是自由风 那时候他说 可以让我在里面 说五分钟的东西 哇 我直接觉得 金像奖都跟我差不多了 真的 那你可以说些什么呢 你进去 你就要幻想 以及准备 你可以做些什么 那一次 我最记得 就是我主持的partner 是谁呢 蔡子强 哇 是吧 你真是不害怕 就是学识又冤博了 是不是 那你对着他 你就怯了 但是那一次 就是你人生第一次 有机会开麦 那你有没有把握到这个机会呢 你如果把握到的话 OK 说不定老板会继续觉得 OK 这个小朋友呢 可以继续捱下去的 如果你那一下 口疼疼 怕青 那就拜拜了 那一次是说些什么题目呢 说大陆有些旅游巴 有些发生什么意外 有些什么死伤 那老板就说 不如进去讲一下 你有回大陆的 是不是 讲一下大陆的交通状况 都挺好的 这个题目 算是这样了 进去的时候 那我在想 可以讲些什么呢 这里呢 就有个很关键的地方 机会来到你面前 你可不可以好好把握 去突出你自己呢 你可能只能够讲多一分钟而已 那我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你要讲一个 get出来 就是你真的要讲一个get出来 我的宗旨呢 就是 有得给你说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让别人留下一个印象 你们可能将来出来做事的时候 有机会给你介绍呢 你都要在一句句子里面 无论有几长几段呢 都要有一个point 你留得兜给人的 那时候我进去 我就说 是啊 在大陆过马路 很危险的 不过你记住一个口诀就可以了 那个口诀是邓小平说的 哇 说到这里的牌头很帅 邓小平有教你过马路 好 记不记吗 那时候 连赛子强也忍不住挤一挤目 什么的 帅小平有教过马路 我说 是啊 邓小平讲过的 他说 要警惕油 但主要是防阻 这句真的是他有讲过的 不过他不是讲交通而已 你明白的 他讲一些政治斗争的形势而已 是啊 我们要警惕油排 不過最重要是怕極左分子的文革餘孽反撲過來 我把他放在交通上 我說是呀,在大陸過馬路越境適游 但主要是防阻,因為兩邊的車子不斷射過來 OK的,你也覺得OK了,對不對? 這麼內斂的,剛才你也有人笑了,對不對? 總之都OK了,對不對? 老闆都覺得OK 那你就總算過了關 那跟著的日子呢 其實都尚算開始順利了 因為跟著老闆就會慢慢給你一些機會 因為其實他也不夠人用的,對不對? 他如果覺得你都能背負東西的話 那當然叫你去丹麗,開始去耕田了 那開始在那裡就做不同的節目 由於我進去的時候是公共事務組的節目 所以就一定要做一些跟時事有關的 那時候我做過三個節目 那為什麼我會做三個節目這麼厲害呢? 待會你就知道了 那時候我做過一個叫時事沙龍的節目 然後做了一個叫無火主席的節目 什麼叫無火主席呢? 就是一路教炒菜,一路講政治的 但是你不要以為是在講炒菜裡面有比喻政治的 傻了 哪有這麼複雜啊 我們只不過是這段說完炒菜之後 那段就說,美國共和兩黨呢 最近民主黨他們都有很多事情 不過我們一起看看,很棒的 第三個節目叫公民社會 三個節目的名字一曬出來 個個都覺得吸引了 聽到我的名字都想聽 那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我會做三個節目 因為我一次過做死了三個節目 我是從那個時事沙龍開始 做了不知不夠半年接了 然後老闆又繼續覺得 不如可能不關你事的,你繼續做吧 就做無火主席 做了一年多之後又接了 他說不如都給你試多一次吧 再做公民社會,都接了 哇,三連霸,那時候多厲害 就在那個時段裡面 我一次過做死了三個節目 最後我就過了檔了 因為本來是一台的 老闆說不如算了,你過來二台做風騷火人算了 那裡的節目都做死了,你就沒得做了 其實都不是的 那個剛才說,由一台轉到二台 你可能就是這樣聽 很簡單的,領心機就是一台轉到二台 抱歉 如果你在裡面轉的話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由新聞部 突然走到東張西亡那裡 張文池好像也在做這件事 都OK吧 難做的 那時候我是覺得 為什麼他找我去做這一個娛樂節目呢 莫非他覺得我可以很容易就 哈哈哈哈在笑 因為那時候我心目中 我覺得要做一個娛樂節目 就是要經常笑 就算不覺得好笑也要笑 你也有同感 你也會覺得那些主持是不是都笑的呢 其實Made Jane應該是抄我們的 我相信 我們沒有下雞汁 做那個節目是很艱難的 為什麼呢 那時候,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 那時候這個風騷快活人 其實他是有很多 已經是出了名的主持人在那裡 那你進去,你又不是明星 你又不是藝員 你什麼都不是 你就在那裡跟別人瘋 跟別人玩 而且最大件事是什麼呢 他們是不喜歡大家 談題目的時候 是夾的 就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你們有做過一些小組討論 是不是 有做一些group present 那你們組員 相信都應該會知道 大家彼此會講些什麼題目 是不是 講什麼 財經新聞 你都要知道是說什麼的 如果不是一坐過來 你會說什麼 不知道 很傻的 但是我們每天就在做這件事 我們其中一個功能 坐過來 就是大家都不說 今天想說什麼新聞 你猜一下 你今天會說什麼 然後你就猜一下 你今天會說什麼呢 會不會說查理斯王子 可以拿到退休金呢 又未必的 他會不會今天 可能又想說一宗 不知什麼 弱貓的新聞呢 就是在大家猜一下的情況下 就撞了一些火花 那這個是考你什麼呢 考你什麼呢 除了考你執生之外 就是看看你究竟 咪書咪得熟不熟 因為我們現在這樣去做這些節目呢 你幾乎要看完所有報紙 不然就會讓你的partner 突然帶一帶你 跑一跑你 他說的新聞 你沒聽過 這樣你就接不到他了 所以其實去到這個地方 做節目的時候 我發覺那個互動 還有考你反應 就是很厲害的 也都是會有很多問題發生 同樣的情況 那時候我也在做 頭條新聞的時候 也都有遇過 那時候我進去做頭條新聞 遇到一個主持 那個主持你們一定都認識的 就叫梁文道 認識他吧 那時候他就很厲害 他真的學識冤博 但是他做主持有一個特色 就是跟剛才我遇到的情況一樣 不喜歡告訴你他講什麼題目 但是我們要錄影的時候 就看著鏡頭 然後大家坐在那裡 開麥克風就說了 但是他有一個能耐 就是不告訴他喜歡說什麼題目 於是乎我每個星期 去會面他之前 我都會在家裡 好像人家刨馬驚一樣 究竟他會講什麼新聞呢 究竟這個星期有什麼大事呢 那時候我每個星期都 編這麼大的資料出來 哇 多厲害 百科傳書 但是這個是你需要做的準備功夫 因為要不然你去到那裡 你不知怎麼跟他擱 如是者呢 就在這些不同的節目範疇裡面 你就要跟他摸 去跟他撞 那時候我就鍛鍊了一個絕技 就是什麼呢 當我跟他埋位聊天的時候 我是會特意NG的 為什麼要特意NG呢 我特意NG 我就會知道究竟他想講什麼題目 他可以先講一次 我就有時間可以預備 我會突然講一下 不好意思 那他就唯有再講一次 那我在他再講一次的時候 腦袋就快速運轉 原來他想講俄羅斯的這宗新聞 讓我想一下有什麼可以跟他討論回來 就是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跟他都玩了差不多有兩年多 三年 然後他才走 那時候很厲害的 我總覺得我跟他應該是拍拖的 我今天又猜中了阿民道的想法 真是阿豪豪真是心得我心 那時候我們就這樣去互相錯綜 但是在頭條新聞裡面 這個經歷是挺好玩的 去到後來你是會怎樣去誕生 可能現在你們有看到那個小豪子的造型 真是純粹機緣巧合 又是機緣巧合 我們就說想轉一些新的東西 想轉一些新的東西 那時候我的拍檔是吳志森 如果你有認識過他的樣子 你就知道他是何其一個嚴肅的人 那時候我們電台有一些叫做主持簡介 就是那些什麼背景 什麼身高 興趣 你知不知道這位吳志森先生 他在一個嗜好可難寫什麼 是他我才覺得他是講真話 第二個我覺得他虛偽 他在一個嗜好可難寫了三個字 講道理 喂 大哥如果你現在去交友網站 你寫你的嗜好是講道理的 你覺得有沒有人會展示你呢 真的 不會啦 你是林耳羅牧師 都未必有人會理你 那時候我面對這個主持 然後我們研究過一段時間 就是他很嚴肅 對著一個很嚴肅的人 其實應該以讀攻讀 更嚴肅地認真搞笑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了 你這麼嚴肅不如這樣吧 就叫你用一個很嚴肅的態度 去做一些搞笑的事情 我想應該都挺搞笑的 他又OK的 我們那時候就 讀的過程其實很簡單 我們想找一些東西 可以找到一些現在的時事 我們就說 大陸現在的共產黨 是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延伸 最後一個封建王朝 那當然是清朝 清朝僵屍舉世民命的中華特產 我們就想了一個 不如就用這個太監 和這個太后的角色 去諷刺 太后又可以代表北大人 那太監那一輪很流行 林瑞倫的 我們就覺得用它來做一個配搭 應該都挺好玩的 所以那時候就會去量度這件事出來 有這個太監與小豪子 假的假的太后與小豪子 是不是太監與小豪子 就是太后與世太后 就是這樣去做出來 但做出來原來是OK的 這個是我們猜不到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 原來香港觀眾 這麼喜歡看醜樣的東西 真是 這麼醜惡的事物 我們自己也有些接受不到的時候 但是大家就OK 但是 可能你問 其實有什麼人才能做到 《頭條新聞》裡面這些角色呢? 有什麼能力可以符合到呢? 除了第一你用怕醜之外 其實 真的很考考 你可不可以 將新聞去靈活運用的 我覺得 我們最後可以在《頭條新聞》裡面 做到這麼多的這些節目出來呢 跟我之前說 在電台的經歷一直走下來 是全部都有關的 試試 因為《頭條新聞》怎麼都是講新聞的 OK 試試 之前你累積有很多 看很多 讀書讀很多 但是它要搞笑 它要惡搞 它要有一些 就是幽默的成分 咦? 中間我有做過那些娛樂 風秀快雲那些 你發覺是有幫助的 還有它會 只要你的 我經常這樣想 你道德水平低一點點 你就會容易開多一點點的玩笑 其實你就會走盞位大一點 如果你整個明光社這樣動在那裡 你哪裏能量到的 所以其實那個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有興趣 做一個多面的媒體人的話 有時候你都應該鍛鍊一下你的 胸襟 不是叫你做健身 這些沒什麼用的 你真的嘗試包容多些 你旁邊的同學多騎 你嘗試跟他們多聊些 你發覺 其實你接受了多些事物的話 OK 不用馬上看旁邊的 你們又真是 你看旁邊 人家都看回來的 你們真是太有趣了 OK的 不過我們踏出這個第一步 是非常之正面的 這個是很有幫助 你多些跟不同的人聊天 你不要 即是你跟別人聊天 就跟剛才我說 做事的崗位一樣 你不要問就是 糟了我跟這個肥仔聊天 其實對我有什麼好處的 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時候會有好處 但可能它會幫到你 它會幫到你看的東西 你會接受得多些 你會原諒它多些 你對自己的吸收能力又會好些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做 你說 頭條新聞 或者你想做這些多媒體創作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就是 你要永遠都保持一個這樣的心 還有我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 不需要下一個 就是這麼快就下判斷 這個呢 我覺得跟一個高登名言 是很有關係的 一講高登兩個字 還沒講英少爺 相信大家都 是建盤戰士來的 有一個名言 都是那句 認真你就輸了 對不對 但認真你就輸了 其實應該怎麼理解呢 應該怎麼理解呢 是不是好像不求甚解的意思呢 所有的東西都會棄下棄下 又不是的 我覺得 你怎麼應用這個高登的名言 在你創作 做這個媒體上 就是所有東西 你都不用說 這麼容易就動怒 這麼容易就發怒 例如舉例 林環光 不要了 先舉中樹根那個 當Tree根跟你說 要collect skin的時候 OK 如果你很認真 你這個人瘋了 這樣說 搞錯 豈有此理 這些人都有的 你很生氣 你可能就會 少了一些幽默 去想笑他 你又會少了一些冷靜 去想 其實為什麼他要講這些東西呢 他為什麼要抽這些水呢 他講這些其實有沒有什麼的 背後的含意在那裡 如果你凡是看這些 譬如你看到馬逢國 你看到很多人 你全部都是很認真 你太過認真去對待他每一個說話 他講什麼你就給一個即時反應他的話 可能你就會失去了很多 你冷靜 退後多一格 然後想個方法去理解他 恥笑他 你吃花生都要時間 你就會少了這個緩衝空間 所以這個 其實我覺得 譬如現在我們做這麼多這些創作 譬如說之前有獨棟篤笑的時候 我發覺如果你抱著一個 太過憤怒的心 你做不到的 你憤怒就硬斑斑 一下就去的了 譬如哪些是憤怒的典範呢 譬如大舊那些就是 是不是 官商勾結開始 然後他就走了 要準備起行 譬如陳偉業 他太認真了 你不知道他是真還是假 總之他很認真 這樣 不離於創作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他想不到第二句口號 對不對 他一來就已經下台了 這樣就走了 誰是一個好例子呢 最近王維基立法會那個發言 我覺得堪稱是一個典範 有沒有人有看過 說那個什麼 不是我遇過很多人是這樣的 說看過 然後其實不知道 然後等你開鼓 輸了嘛 輸那個 為什麼我說是一個好的創作典範呢 他的內容是說什麼 他的內容就是想告訴別人 其實梁振英說過很多的說話 是違背了現在他做的很多的決定 他為什麼白手興家 太陽流強 自由競爭 這樣 如果你說王維基 他用一個很認真 硬斑斑的手法 例如他說 各位朋友 你好 我是王維基 我覺得梁振英 口顏無恥 反口腹 梁振英下台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過他本書 他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頁 都曾經說過自由競爭那些 他今天就是自打嘴巴 嘩好像打DBA 各位同學 誒有方的同學 所以 否決港市發牌這條變態 不能成立的 多謝 你不會想看 是不是 他就是 輕輕把它調轉了 不要太認真 他當作有一個好像氣弱的心態 有一點點舉重弱 輕 我都接受了這件事實 不過我是要潤一潤你 有個這樣的著作 我看完之後很欣賞 這行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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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才告訴你 這本著作是誰寫的 梁振英寫的 嘩 那個 我們讀得那些叫做 那個 那個勾 那個勾 一直勾下去 連續貫通 這個就是一個 好的典範 你說他認不認真呢 他超認真 那本書不是你點咪都那麼多 我都時候都在想 誰給他看的呢 喂 他真的每一頁都選到 那一句出來的 就是我想他那個 那個 research 那個 team 也很厲害 就是我們這些 researcher 有功勞 他很認真 但是他提出出來 不需要很認真 他的態度 也都不需要很認真 那所以 你說如果你很想做 很多方面的 不同的才能 不同的崗位的話 你不需要 每一件事 你都要好像咬到出血那樣 你要用一個比較 輕鬆一點點的心態 去面對很多事情 我可以告訴你 我 這麼多的工作機會 其實我全部都 就是可以很驕傲地說一句 我都沒有自己敲門的 其實是不知道他怎麼 掉下來給你的 當然啦 這個是好運來的 為什麼呢 譬如你除了電台 你寫求職信之外 可能譬如電視 他會跟你說 不如你來試試Cast 看看你可不可以做到 《頭條新聞》這個 多謝他 他會給你這個機會 寫稿 每天有人問你 開頭不收錢 你寫不寫啊 那你當然要發應 對吧 那你就又不收錢 你慢慢累積 令到他覺得 其實我也不斷移植少少錢 可以給幾號指我 但是你就要有一個 準備的心態 你不要太心急 因為 有很多 在電視做的那些朋友 我經常聽他們有個傳說 是說 是啊 監製那間房門口 長期有人排隊的 長期有人等著來敲門的 我說敲門而已 沒有說他坐大腿 沒有說那些東西的 不知道他什麼規則 但是總之 他們就會 有很多這些所謂的 潛規則 說要敲門 但是你會發覺 不代表你敲門 就一定有機會給你 所以我覺得 你可以判斷一下 你是屬於哪一類的人 是不是那些很主動 渴求去爭取 很積極的 周圍各個老師的門 你都是敲那批來的 如果不是的話 沒問題的 你不需要強迫自己 你可能會心想 我是不是要在畢業之前 三個月已經魚翁煞網 在各大機構的招聘網站上 寫完自己的resume 要全部放上去呢 我覺得不需要的 如果你不是那一類 這麼積極的人 你不需要用這個方法的 但是你要很積極這樣 你要面對自己 每一天可以得到的東西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東西 你學的事物 你要認識不同的人 因為當那個機會 突然敲到你門口的時候 進來跟我說五分鐘 大陸交通的東西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立即作到一個 鄧小平出來招呼他呢 你可不可以馬上 好像黃維基那樣 用一個書的著作 去包裝你自己的present呢 就是那個就真的要靠你 平時的功力 所以上本場 我先說了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可以理解 高登的認真女就書裡的名言 謝謝 多謝曾志豪先生 這麼精彩的分享 也請曾先生留步 各位聽完曾先生的分享 相信也可以感受到 他的風趣幽默 也相信在座的同學 也都會以曾先生作為榜樣 學習成為一位知名 知心的傳媒人 接下來我們會邀請到 傳播學院高級講師 蘇敏恆老師 跟曾先生進行一場 更精彩的討論 有請兩位 有請兩位 謝謝詩兒的同學 我剛才在台下聽 我覺得真是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曾先生 其實都跟我們在座 都是同學 或者跟我一樣 都是由傳播 在大學的時候讀起 他分享了一個經歷 就是由 我不是垃圾的一篇文章開始 怎樣去慢慢做一個 的研究者 最終成為了一個 我覺得 在我心目中 一個出色的 presenter 其實這個經歷 可能都很多 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所以我想 大家都給一次掌聲 謝謝曾先生 跟我們這麼深入的分享 是 那真的聊聊天 好 其實 我都很好奇 剛才 你都說了很多 你怎樣去入行 或者去那個工作經歷 亦都特別提到一件事 就是那個 轉數和急才都很重要 剛才都看到你的 精彩的方法 我想知道 譬如 你剛才說過馬路的例子 其實要聽到 引用到這些名言 其實不容易 譬如鄧小平有說過這些 說話的話 不是大家那麼容易知道 我想知道 你這些學養 通常是怎樣儲回來 即直接說 很多時候同學可能會覺得 嘩 那麼多的範疇知識 可能我們又要說 港財經知識又要追求 政治知識又要追求 社會知識又要追求 其實你覺得 他們在大學這個階段 怎樣去儲這些學養回來 又能夠兼顧到自己的興趣 又會容易些儲得多些呢 其實我覺得 就 好像你們玩Facebook Add那些朋友的原理就可以了 即是甚麼意思呢 有很多人是 不設防那些朋友的 對不對 即是水蛇春那麼長 那個Friend的list裡面 有十個裡面 有九個你都不認識的 但又說 你覺得不要緊 加了應該也有些好東西 聽到那個名字 好像都是美女 哇 Naomi 好像很正 我只舉到一個這樣的名字 我都不認識這個名字 你都不認識 哈哈 甚麼意思呢 即是你如果太過選擇的話 即是你剛才說的那些學養 要讀書那些 如果你好像你的Facebook裡面 你那個 AddFriend的list 你設定得很嚴謹 這個不要 那樣不要 那樣不要的話 你最後你可能 你的list裡面 只有一兩個朋友 你 有甚麼為 即是你玩Facebook 有甚麼為 也都學不到些甚麼 但如果你試試 豁出去一點點 將你的privacy 的setting 再設定低一點 來者不拒 見人就add 不過你不要放些甚麼照片上去 那其實你會發覺 咦你的社交圈 即是你真的在Facebook裡面 那個活動的timeline 很精彩的 我是在做這個角色的 雖然 我都發覺好像有點麻煩 因為經常都有一些雜不甭的訊息 彈出來 重要的看不到 我的friend 那個list裡面 真的有成千多個request 我全部add 其實那個原因很簡單 那時候我不會開page 我以為用這個就搞定 但是後來我發覺有個好處的 你真的呢 三七二十一 三教九流 三三五樂 甚麼人 你都會看到 那些資訊 可能他原來是一個中學生來的 你突然看到 原來現在中學他們在流行 玩這件事 咦 原來大學他們是這樣的 我發覺在模型之中 你add得這麼集亂的朋友圈 你的眼界和你接觸的圈子 是擴闊了很多的 我無端端會看到那些 即好像指甲的資訊都在我的page上出現 那我就會知道 我原來現在流行這件事 那我覺得 就是跟你說 你要吸取知識的時候 我就會 甚麼都看 就是 有很多人 譬如說介紹書 有東西看的時候 永遠都會說 你最重要是 看看你自己甚麼興趣 甚麼方向 來選書 可以的 不過我覺得 就像剛才這樣說 那你就有個朋友的 list 你就自己設定了 可能你不只是讀 讀死一樣 我舉個例子 我昨天去完Poly 其中有一個學生 他是讀logistic的 物流 shipping 那些 他跟我說 他說 他現在課如拍微電影 然後我說 你都很敢不太白 logistic加微電影 然後他說 哎呀你不要說 原來logistic 學到的東西 在微電影上很有用的 哪一方面呢 有沒有人覺得 知道是哪一方面呢 哪一方面呢 可以大膽一點說 不扣分的 你伸懶腰就是吧 我見你一次 又舉兩隻手 這麼積極 這個同學平時上課 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正常反應 你應該多點矯正 OK 我開估算 原來很簡單 他說他讀logistic 就是要學 真正所謂的 流程管理 怎樣規劃 可能什麼資源 時間 人手 他說他拿出來 應用在拍微電影上面 他真的完全是 管理得頭頭是到 他對 crew 他怎樣去租場 拍攝 然後他自己都覺得 原來都不是很浪費 就算他的興趣 不是在物流那裡 原來他發覺 用到的 我覺得這個例子 其實是最好的說明 你什麼都要看 什麼都要知道 譬如剛才主持 他說鄧小平 那些 那個是因為我 真的 我個人有興趣 看大陸的政治書 那些新聞 你會看到 但是即使你沒有 隔不中你揭一下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壞 現在呢 其實我隔不中都會 那份報紙 真的什麼版都看完 其實財經我是不懂的 我的股票買到都輸 但是我有時候都會想揭一下 就是想看看 究竟他會有什麼興趣 可能你有一兩個名詞 代一代 或者別人說的時候 你不會說 勾得很緊要 所以我的一個 比喻加忠谷 就是開放你的知識 朋友的 list 隨便什麼都放進來 我已經避免了 我沒有說藍交 這兩個字了 記住大家都聽到這個技巧 但是主要是應用在你們 吸收知識上 而不是在Facebook上 那麼 再問一句 剛才你也都 我很有興趣知道 你剛才分享的就是 其實做傳媒 大家都問了一個心態 不是打算賺大錢 但是我都聽到你剛才說 入行很多時候 你一開始都有很大的心理準備 就是知道 可能一些工作 就算沒有錢 我都會 逐一點這樣說 我想知道 你什麼動力 令你的心態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的同學都有機會 可能都會參與一些實習 或者其他的時候 究竟你覺得 就是什麼支持著你 錢不是最大的動力 而繼續可以在傳媒界那裡 熬過了這一關 成為今天你的工作 我想 你要 你要對自己有些自信 首先第一 為什麼要說一些自信 因為第二 就是 我是很想 告訴別人 我是可以的 其實那時候 所有的工作機會 包括電台開咪 電視 還有寫專欄的時候 我都真的會有個心態 很想 告訴別人 其實我是可以的 我是可以說話的 我是可以出鏡的 你拍我側面就行 不要拍得太正 就行 我是可以寫到詞的 我是可以說到動篤笑的 我是保持著 其實 你說得難聽一點 有些貪務虛榮 你是很想告訴別人 我是可以的 我是可以的 我很想證明給你看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件事 這個是其實 真的是最大的動力 例如你看看 那些體育新聞 那些什麼球員 有時候那些已經是老將 32歲 撞鬼 你運動完32歲 已經是老將 豈有此理 我都快 我是了 我退役了 如果在運動界 32歲 我大他小小而已 你看到 經常都是寫著 那些什麼老將 他願意減身 投奔一支 可能是中下游球隊 為什麼 永遠都是那幾個字 他說 要證明自己 譬如迫鹹 那時候為什麼 他連美國大聯盟都要踢 踢到中間優貴的時候 還要飛去意大利踢 踢到斷腳都還想踢 他每次都抱著心態 我要證明給英格蘭領隊 我仍然有能力 可以入選國家隊 其實這個是比起 他賺錢更加重要 當然 迫鹹和我不同身價 他賺的錢 已經不需要再賺 我不是說清高度 其實我不嫌錢 不是 但是 我始終覺得 不是最重要 特別是 如果我這個年紀 都覺得錢不是最重要 你們更加不需要想著 你應該想一下 有沒有其他東西你想要的 你用理想 或者社會使命 可能 你會覺得太過空泛 所以我會用一個實在一點的說法 去說服大家 就是 你不是證明自己 你是可以的 就是 你是要告訴別人 其實我是有這個能力 我是值得給更多的人認識 去接觸你 如果你有這個機會給我 謝謝 我一定要做到 還有做得好 那時候我一直想用這個 心態去做 因為我 我個人 其實 你看不出來 我是一個很謙虛的 一個人 豈有此理 這麼多笑 不是真的 起碼會笑 對 起碼會笑 什麼叫做我一個很謙虛的人 我是永遠都覺得 應該有更多人給我好的 我說真的 我舉個例子 我做頭條新聞的時候 我現在數下手指 我想我差不多做了 我想七年吧 應該有了 大概 頭那三年 我是每一年 他一優貴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會優了我 真的 因為那時候我每一次做完 我都會想死了 他夏季會不會已經不再找我 因為我們那個合約形式很有趣 總之有段季 段季續約 不會說 我簽你一輩 你一輩子 你一輩子做頭條 沒有這支歌唱的 那時候我永遠都覺得 旁邊那個是梁民道 他會不會有之一日 都會忍不住跟監製說 這個年輕人每次都靠古的新聞 他都跟不上我的步伐 我每一次都害怕 我每一次都會覺得 我未必可以坐在那裡 我未必可以坐在那裡 於是你其實就不會太過 太過老鳳 你不要經常改了自己的姓 我經常都覺得 不要將自己改了姓鳳 真的不要變成 你覺得理所當然 就是 保持著有這個 你叫謙虛也好 危機感也好 有些害怕 你就會 在這行會長久一點 這個其實就是我的一個體會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是一個很謙虛的人 我真的永遠都覺得 有一天他可能就不用我寫 可能有一天他又不用我說 我應該要拼命做好些 做得更盡 就要有這樣的心態才可以 剛才你講開頭條 跟你聊一下 因為發覺很多同學 都很喜歡用輕鬆幽默的方式 想探渡一些時事 但我們有時候都會做一些不同的節目 或者自己在學校都會做一下 但是想探測拿捏準繩度的問題 其實 講一個近期的例子 譬如美國的ABC 主持人就請了四個五至六歲的小孩出來 討論一下財經的問題 誰知道小朋友說了一些言論 立即就惹來比較大的反向 我想知道 譬如你當做一些輕鬆幽默式的節目的時候 其實你會怎樣拿捏 有哪些位置 你都知道一定是禁區 你都知道反向很大 那些位置你千萬不要做 但是又怎樣不失了 都繼續有創意 和可以諷刺到那個時事呢? 首先 如果你要做這些 叫做搞笑式諷刺 或者叫做惡搞 大家就明白那個名詞了 惡搞 你要問自己 你現在在哪裏惡搞 這個很重要 你在網上惡搞 喝你吧 喜歡怎樣都可以 即是直至被人 封鎖了你的帳戶 為止 沒有所謂的 但如果你不是在網上弄 你要在大氣電波上弄 我們真的有某些守則 你就要留意 就真的不可以當是網這樣做了 譬如什麼呢? 譬如我們會 不准人身攻擊 舉個例子 譬如 當曾蔭權還是我們特首的時候 你知道他有個特性 他身材就不高大的 挺厚度 都沒有說他矮了 那你可以量度一個 譬如你說 那時候經常都說 特首不聽民意 你可以量度一個 譬如曾蔭權 兇襟狹窄 沒有民意接納的那種空懷 OK 沒有問題 但你不可以量度什麼呢? 你不可以量度就是 特首不如送一張椅子給他吧 讓他站高一旁 否則他都看不到民意究竟在哪裡 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矮不是他想的 就是他矮這件事 是屬於 後天無法改善 先天不能避免 就是這件事不關他的事 那如果你攻擊一些 這些叫做 就是剛才說的那樣 先天不能避免 後天無法改善的東西 那屬於低品味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做了這個GAT 為什麼他看不到民意在哪裡 他不夠高 那如果一個反對的陣營 他找了可能是一些 譬如說 傷殘人士 殘疾團體他們出來 投訴你 那我想都恭喜發財了 你都打不掉了 因為你正在歧視著 人家的一些身體缺陷 所以我們常舉的例子就是 台灣他們玩得很瘋的 台灣那時候我們有去參觀過 他們那些惡搞節目 有一個叫做全民大門窩 後來改了名字 叫做全民最大黨 他們這些惡搞節目 是玩到 譬如那時候陳水扁的太太 傷殘 坐輪椅 他們會照玩他 搬他出來 可能會說 為什麼要拿到什麼 sogo的禮犬 因為他起不到新推人 他可能會說這些 但我們香港不會碰這些 我們很謹慎 你一說別人 你的腳 彈不動癱瘓 很敏感 很大忌 所以譬如這些 同人身攻擊 身形 身材 性別 膚色 最禮牌這些 有關都不會說 那 有時候 有些就屬於 品味問題 譬如你說黃色的 援兆 我們都盡量少開的 雖然我們本身 挺喜歡開這些援兆 但是盡量少開 為什麼呢 你大庭廣眾 這樣表現出來 都有一定的難度 你女性的朋友 你見到可能會不喜歡 還有我們很少攻擊 就是樣貌的 又舉個例子 你可以笑董太太沉氣 嘩很沉啊 洗手洗手 你有印象嗎 這個新聞 床頭還貼著那張照片 是不是你們有這種 你可以笑他沉氣 嘩慘了 或者說他老公娶了他 老婆大件事 就是每天都笑到瘋了 OK 因為沉氣是屬於什麼 不知道他是不是先天生出來的 但是你後天是可以避免的 你不沉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說 哇董太太真是醜 那是不行的 哪怕你很認同 都是不行的 因為我們不可以笑別人的容貌 這些也是涉及低品味的 所以 有時候你都會有那種 忍著忍不住手 譬如那時候我們很喜歡笑 很想笑 國家主席 那時候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江澤民 那時候他太太 跟著他一天出來的時候 哇他太太真是可憐了 你每次看到他 這樣走路很慢 整天都很怕被人罵 那你每次看到這個畫面 有時候都很想說 喂可不可以當他笑一下他呢 忍著也是不行 因為人家外形可能有少少寒貝 或者不是那麼大體這些東西 那又不是他想的嘛 那這些我們都不說 那我想這個就是 你要在那個幽默 和那個叫做低品味那裡 要取得平衡 我們曾經不是給過徐四文啊 說陰陽怪氣啊 董先生又說低品味啊 幸好我們一直是守著這條界線 他們的低品味是由政治角度出發 他不能夠真的從一個 剛才所說的那些道德的觀念出發 如果我們真的犯了那些界的話呢 我想頭條新聞已經不存在了很久了 跟這個八萬一一樣已經不存在很久了 所以我們這些底線會緊守 我們監製最常說了幾句話呢 就是當我和吳志森兩個男人都很開心地 量一些成人Gate的時候呢 我們監製永遠都加了一句 就說這些留給你們自己做動篤笑容 我們還是先說一些正經的事情 就會解決了我們這個疑難 我開放一個平台給同學之前 最後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也見你已經很長時間在傳媒 已經花了很多心機 也很關心社會的 特別是看到你對一些社會的現象 我想知道你寫這些輕鬆幽默諷刺的背後 純粹那個心態和目的 是怎樣想 是有些想大家真的得淡笑 或者是你對自己有些要求 其實都想這些風趣幽默達到某一些社會效果 或者你自己怎麼看 你現在做著工作的目標 是不是這樣 現在呢 譬如以我寫的專欄呢 就剛剛好有兩大類分開了 譬如蘋果啊 或者AML在他們寫的那些 可以輕鬆一點點 因為那些當作專欄 但譬如我在明報論壇那裡 論壇就沒辦法 真的用硬橋硬馬就寫得嚴肅一點 我現在的心態呢 其實就是我覺得 我想用一個最多人會接受到的方法 去傳達一個訊息出來 如果你說 不過我本身 本身我也喜歡 會想搞笑一點去寫的 但是是否純粹想得淡笑呢 又不是的 因為 前陣子我都曾經牽涉那些網上欺凌的行為 當然我是被欺凌的對象 那些什麼左膠啊 那些什麼無聊 那些多不環保 才放在我身上 那麼多膠放在我身上 那一陣子為什麼你說 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呢 如果你是抱著一個遊戲 人間的心態呢 那你簡體字那些 那些鬼事就不寫了 就隨大樓就可以了 我們經常都說 你隨波逐樓最安全的了 這裡可以有一點跟你分享 就是 你寫這些時事 其實不要以為 罵得最大聲的人 就最危險 其實那些是最安全的 為什麼呢 罵得這麼大聲 為什麼這麼大聲 很多人說的嘛 每個人都說過的 舉個例子 現在你說撐黃維基 撐港市的 罵TVB的 你一定沒有錯的 是不是 他成不成功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你說這些你一定沒有錯的 你做不做到英雄另一件事 但是沒有人說你 但是如果你現在在這個時勢走出來 你說 其實無線的劇集不是那麼難看 嘩 那瓶雞汁從頭倒下去 腳都像 是不是 你如果跟人說 無線的劇集都偶有佳作 我想就真的偶有兩個單字 會在你耳邊出現 我試過 因為那時候 港市集會的其中一晚 我有出席 我就真的 我是有撐黃維基 這件事的 但是我又覺得 兩件事是分開的 我就說 我們撐黃維基 這不是因為無線差得很厲害 因為這兩件事來的 無線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我也想有多一個電視台 我經常舉個例子 就是 有美詩 我也想有私郎 沒關係 我現在不是說 美詩踢得不好 你不需要說 我喜歡私郎 因為美詩真的很窄 不需要 那次就真的中伏了 我只是在大會上 我說 無線劇集的水準比較飄忽 偶然有一套好的 譬如沖上雲宵 我已經很保險了 你知道嗎 我戴了兩個頭盔 在兩條天橋底下 為什麼 你聽聽我的雙重保險是什麼 我說 偶然也有些水準好的 偶然 你來我不何了吧 再舉一個 差不多有40點收市的 沖上雲宵 我以為一定沒有死 但是我懷疑 我剛巧遇到台下 另外那些收市的人 我一說出來的人就 嘘 然後說 哪有好看啊 台上的人就更加不為餘力地說 都不知道沖上雲宵有什麼好看 下面有個觀眾就說 我都覺得不好看 為什麼呢 我沒想過下臣變成這樣 我以為她和蘇姨一樣 等等等等 我說那你就有看了 我豈有視理 我說 不過算了 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例子 其實就是 剛才我想告訴你 如果你想安全的話 你不是跟著最多人罵的聲音 你跟著走 你一定不會壞的 罵蝗蟲最多人 你就跟著罵 每個人都說 大陸蠶食香港 啊 蝗蟲強個人壞 你跟著罵 哪有大陸人會罵你呢 他都不認識你是誰 很安全 但是如果你有少少個人見解 OK我不敢說我都對 我個人意見而已 我個人意見而已 我覺得 可能不需要每次都去到這樣 不需要有蝗蟲 有什麼東西的話 你要有少少這種意義的勇氣 你才能夠說出來 因為其實沒有什麼人喜歡你 我寫完之後 早中十八代都已經考古出來 已經是 我又覺得何苦這麼有孝心呢 你們真的是 那所以 如果剛才 蘇明恒她說 你有沒有什麼使命呢 其實我想就是 最大的使命就是 我希望我可以說到 自己真心相信的東西 而不是想說到一些 人家想聽的東西 好像很吊詭 好像差不多而已 兩樣東西都不同的 就是 通常是一些上了岸的歌手 就說 我現在要唱一些 自己有興趣的社會公益歌 就不再唱情歌了 就要有一番勇氣去做這件事 好 那不如 是時候開放這個平台 大家這麼踴躍來到 可以舉手發問你們的問題 咦 剛才那位 新兩隻手同學問 打喊路同學你好 我真的問問題 好 請說 曾先生你好 我是新聞系三年級的學生 其實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比較實際的就是 其實在做節目期間 你也有做過那些封煙節目 都少不免會有一些來賓 還有會打電話 有一些市民會跟你聊聊天 如果他們比較激動的時候 作為主持有甚麼去控制的場面 至於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想是比較年輕人 會比較容易犯的錯 可能在講節目的時候 可能要講很多話 有些時候 可能到自己也有一點點 情緒的時候 會不會說了一兩句不應該說的 不雅用語 那我先回答你第二個問題 幾乎是沒有試過 因為這個是 我幾乎都很穩固 有 有有沒有試過 發音錯了也有試過 真的嗎 那些突然 音滑下去的那些 但是不會很激動 豈有此你太過份了 我真的頂撞你的肺部 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這個真的是大忌 為什麼呢 我道德水平已經不高了 但是我們真的有一條鐵律 我們希望自己 大家都會遵守 通行也是的 就是你是主持嘛 你不是市民嘛 你要有個自覺 不是說你要覺得自己很厲害 而是 喂 你是主持不是市民 你想講那個粗口 你可以做一個市民 那你就不要做主持了 你要做主持的 你就要有能力 用一些第二個的方法 但是可以同樣表達到 頂撞你肺部這個意思出來 這個就是考功夫了 這個才是一個主持 所謂值錢的地方 所以這個第一 我們真的沒有的 還有行內很喜歡 就舉占叔做例子的 因為占叔的粗口 就有口皆悲了 對不對 那個不知道十六 還是幾個字的粗口 真的是 屬於永垂不撓 但是他也創造了 另一個永垂不撓的紀錄 就是他沒有說過 台前開咪 任何一個粗口 我當然沒有跟他合作過 聽所有電視藝員 那些前輩 個個都是拿占叔來做例子 個個都是拿他來做例子 就說 你有沒有占叔那麼厲害 你說你難解 解不掉 占叔的粗口比你 人家是開咪 絕對不會說粗口 多麼文雅 通俗都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 不是考驗你的忍耐力 其實是考驗你的能力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操控到 其實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這個能力 因為為什麼呢 你跟媽媽說話 跟你跟你女朋友說話 都不同 那些語氣 當然對不知誰是惡劣一點的 那你自己分到 女朋友 可能 你這麼大膽嗎 你都可以調節到的 又或者你女生看到男生 如果是心疑和不心疑 你的語氣又會不同 是不是 腳都變成了內八字 你分到的 所以OK 這個能力 我相信大家都有的 那剛剛 第一條問題是 如果你遇到情緒激動的聽眾 其實實不相瞞 他都激動了 真的都沒辦法了 我們試過 可能他對一些議題 他很像是上心的 你就要有一個能力 不過要憑經驗的 而這個經驗呢 就是由錯誤那裡吸取回來的 而這個錯誤的意思就是 你之前判斷不了 原來他有這麼激動的 那就是說 他爆過操 那時候你很正常的 他爆過操 可能他真的說 你這個曾任權 那你沒辦法了 你就說 不要那麼激動 不要那麼激動 散咪 立刻收到他了 那這個就是 已經是時候了 那剛才說用經驗去累積 有什麼方法呢 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能耐 感覺到他會不會想說髒話的 他開始言不及意猶化 然後真的有一個慣例 他如果很正常 就是有些例外的 順暢到 可能跟他說 喂今天吃個叉燒飯 那些你沒辦法 你想不到他的叉燒飯 後面都加個字 那麼喜歡加料 你真的沒辦法了 公起法財 但是有些不同的 有些是很正路的 那些他怎麼說髒話呢 他會真的在那裡說 哎 這個政府 真的 真的我跟你說 這個政府 我們的手影 在那個麥克風那裡 準備關掉了 喂 你這個陣勢 還不是想爆個髒話出來 你很難想像過 哎 這個政府 真是 沒得撐的 你不會的嘛 你有幾次都是這樣 我們感覺到的 就是他開始這樣繞圈 哎 這個政府 真的 我跟你說 哎 差不多 真的要拘捕 有時候你會開始 感覺到這些人 有這樣的手勢 那麼 偶爾 其實呢 我覺得粗口是小事 真的是小事 因為不是你想的 而你的解決方法很簡單 立刻切他 加一句 對不起 聽眾剛才很激動 這個小事 哪些是大問題呢 他是講一些意見偏激的說話 他沒有講粗口 他講意見偏激 譬如他 我們那時候做封煙節目 最多人打來講什麼 講中緩 個個都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喜歡 打來就講說 那些中緩呢 真的要收緊一點 我跟你說 我隔壁的鄰居 經常拿中緩 但是朝朝去喝茶 吃麥當勞 又去旅行 浪費了些錢 他講這段說話 沒有粗口 沒有粗口 但是你需要不需要他控制 或者要處理呢 需要 為什麼呢 他除了有一些抹黑的成分 還有有意偏概全之外 誰知你講真還是假 是不是 如果你是一個有經驗的主持 或者你應該這麼說 如果你是一個盡責的主持 你不可以聽完之後就說 多謝這位聽眾的意見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你好像是確認了他講的真相 下面的聽眾 喂 不明真相的人群很多 你聽聽聽聽 對呀 每個人打開都說 那些人騙中緩喝茶 那你要怎麼做呢 你不可以說他講謊 因為我根本判斷不了 我們的做法 那時候我們的主持就會說 就是 你怎麼知道他去喝茶的呢 你跟著他 為什麼你又會碰到他在麥當勞呢 你這麼巧 他去哪裡都見到他 這個很合理的質疑 那你一問之下 他就會回答 我也是聽別人說的 那來到這裏呢 其實夠的了 你沒有需要再逼他 你聽誰說 那已經是多了 那你的聽眾 你就會知道 蛤 都是聽別人說的 就是又是道聽圖 未必真 那你真的要有一個所謂的 就是令人有反思的空間 我覺得其實處理這一部分 才是考功夫 就是如果大家一天 是有機會去做這一方面的工作的時候 你真的要聽一下 究竟那個受眾 那個聽眾 他講的說話 有沒有一些可能是 不覺不覺 可能是有些偏頗呢 那這個跟立場無關的 不代表說 因為我是福利界的朋友 我是那些社會主義分子 凡是福利都是好的 無關事 而是你看一下對方的指控 公不公平 合不合理而已 好 繼續請同學可以發問 你好 我是新聞系的二連級學生董梅 我也是全新報的學生記者 我想請問你在寫作和主持的過程中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時候 是迷惘了 不知道怎樣去努力下去 怎樣去堅持下去 但是最後 你是怎樣找到方法繼續下去的呢 有沒有迷惘 有沒有迷惘 都算有的 其實都是由 都是跟簡體字的事件有關的 因為那一次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 我很簡單地說一下 總之就是因為簡體字風波 由DNG到NSP 說用簡體字撐牌 有些人就說這些是殘體字入侵香港 要趕他們走 我那時候就只是覺得 可能是方便遊客的舉動 就未必跟涉及香港 和大陸的文化侵略有關的 大概這樣的對撩 引來很多人會圍攻我 那時候有很多 其實都是一些比我更知名 更有知力的人 譬如陳雲 陶傑 那些很多都有罵 那一陣子呢 那時候真的 更年輕 其實只是說一年多前 但我真的覺得 什麼經一事長一致 真的差很遠 那時候真的更年輕 入世未深 那時候會很傷心 又忘記了高登仔的名言 很認真 那時候很傻 半夜三點在Facebook 和一些不知名的人 在那裡來列那些什麼 類似簡體字出處 大家鬥狀 真的傻到哭 我現在真的覺得傻到哭 人生的污點 但是那時候的迷惘 其實開始想死了 我好像和香港的主流社會脫節一樣 因為你一向寫的文章 你不是說很受歡迎 但是你會發覺 其實跟民意都脈搏相似的 你不是一定要討好大家 但是起碼你會覺得 你不是脫離了主流 你不是說一些話 好像火星來那樣 但是那一下突然間 令你轉了彎 甚至乎會有一些 平時可能他支持開你的 那些所謂的支持者 他說我一向脫開你頭條 我現在發覺應該不看了 是呀 你這些 原來不知道可能隱形左膠 那些 那你真的會想很多東西 你那時候 上心就會想 我是不是有什麼地方錯了 是不是我看這件事 我真的看得不夠仔細呢 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 那時候我甚至乎 因為這樣可能和前輩李儀 會在文字上 有些得罪了他的地方 你都會覺得很惶恐 我為什麼會這樣 稱呼人少得罪人多 發生什麼事呢 但是再過了一段時間 突然間發覺 其實都沒有什麼 其實為什麼沒有什麼呢 那個人名我不開了 總之我就遇到其中一個 都有不戰的朋友 在一個宴會裡見到他 我鼓起勇氣 主動走去跟他握手 然後他看到我也有少許惡言 然後他就說 不用介意 都是騙一下Heat Ray的 大家 然後我心裡想 不是吧 你打算騙一下Heat Ray的 什麼意思呢 因為 譬如你那篇文章 多人看 就多人 click 你們現在上網看 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真的傻到爆 你自己愚蠢 以為一腔熱血 我為香港文化 出一分力的時候 他說不用不介懷 都是騙一下Heat Ray的 沒事沒事 你突然覺得 不是那麼傻吧 好像小姑娘那樣 突然那個情場老手說 這場遊戲來的 我突然間 真的是戲劇的 你突然覺得好像叮了一聲 我這樣 OK 我有點明白了 我真的從那一刻開始 我再寫文章的時候 我沒有再理過網上的留言 就是所謂的留言 匪語的留言 真的沒有再理過 現在通常都是我的朋友 告訴我 喂 你上次說 成大那篇 有很多人打你 我沒有看過 我已經沒有再看過了 我沒有再上網看過 我不會像以前那樣 走到論壇看看 有沒有人開版來打你 沒有 Facebook有沒有人 我十世都沒有上Facebook 其實我都很難去更新 你發覺沒有東西了 你跟著就沒事了 然後呢 網上欺凌 你不上網就行了 然後你發覺最好的方法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是 順著自己的意思 當然你要對自己的判斷有信心 那你就這樣去寫 繼續寫下去 那 這個也算是一個 一個小小的轉折 因為 我覺得如果不然會很艱難 我不知道各位同學 有沒有機會可能會從事類似的工作 但是 我想無論你是什麼行業都好 就是說 你說是不是真的創作啊 新聞啊 還是什麼行業呢 我想總有些人你要迎合 或者不迎合的 但是其實你是很難判斷到的 OK 你說迎合老闆 那可能老闆都有 老闆嘶 都不知道誰是 這樣 那你可以怎樣去做呢 就是我的建議 唯有相信自己的判斷 然後你就去走 就是現在那個迷惘的指數 已經跌到身低了 就是我不想被人再期落多一次 就是 就很尷尬的 如果不是這樣 但是 學了東西 現在這樣就 好 那雖然曾先生的分享 真的很精彩 不過呢 今天真的是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暫時到這裡了 那不如我們再給一次熱力的掌聲 相信同學都聽了 無論是她主持節目的技巧 以及我們怎樣做一個 傳媒人應有的態度 相信大家都學了不少東西了 那我把時間 不如交回給詩儀先 麻煩 再一次多謝兩位 各位同學 我們可不可以再一次熱力的掌聲 多謝兩位這麼精彩的討論呢 曾先生 希望你再次來到我們傳播學院 可以有其他更精彩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再次邀請曹院長 代表我們學院自送紀念品給曾志豪先生 有請 也有請其他傳播學院的教授出來拍合照 今天的行傳會談已經來到尾聲 行傳會談下集再見